他是20年做手术在中山做了手术 就是奇怪他做完手术后就整个人就变了 什么东西都容易忘记 症患症 是吗 现在说了一会儿都忘记 就是整个人就跟之前 就是脑子不灵活 会不会就是不做手术也是会忘的 不做手术的时候没有这样形化 是可能 马上做完手术就马上就出现 所以做完手术后后期回来修复后就整个人就连去哪个 不是因为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七十几岁很多老年人 你做不做手术他都会逐渐有这个情况 是正好碰到一起了 还是做手术以后用的药 连提示查啥都不会去了 真的现在就找不到去 对现在就很容易生气 不是那就是有那个什么 阿尔茨海默的症状 情绪变化 我也拍到那个脑昨天 不是拍不出来的 拍不出来是脑子说 他就是那种老年痴呆的症状 情感啊认知啊都出现问题嘛 就是我就是说我说的意思是 很多老年人到了这个年龄他就会这样了 就是说跟这个是有关系 还是他正好就碰到这个时候了 但是麻醉抛弃也也 反正真的是做完回来就整个人都都 这是21年的呀 这是21年 我看在这 他当时是夕肺 吸得不好 这是这 21年他肺腹脏的 他这隔肌都顶在这 看不到 那就再换一个时间点 没有 这21年到现在就做了一次吗 做了一次手术 CT CT做了几次 再三一也做了几次 就是在三亚做的 不是在这里做 这个就观察吧 也是很小也没危险 哦 就是这个 左边的 对 左下肺 嗯 性质呢 可能还是原位那一类的 对 不要紧没事 五毫米不怕